之前我在视频上一直有提醒过 更换电源或者是模组线都有风险 可是总会避免不了有勇士要往里面去冲 因为对方这一次是整个服务器的硬盘被板击过来的 体积太大放不上桌面 所以我们先到隔壁去检测一下 就是这么一块啊 当事人跟我讲 就是因为这些电源线当时接错了 然后就导致里面的硬盘全部都烧了 所以现在想让我看一下有什么补救措施 我们先拿出硬盘看一下 这是空的 这也是空的 这边应该没有盘 这一块是两梯的 锡节 这里没有 这也是两梯的 这一块是四梯的 这个也是四梯的 这是一块饮食的固态 这个四梯的 这个也是 一共有六块盘 加一个固态硬盘 另外它的阵列卡 也一起给我带过来了 至于它原来的机器上面 主板有没有问题 这个就不是我该关心的事情了 因为机主更在意里面的资料 这一根应该就是它原配的电源线 我猜它当时只是想把另一根线插上 这是一个大四滴 三合一的电源线 我看了一下 线序本身应该也没问题 能对得上 如果它原来是把这三根大四滴 同时接在同一个模组电源的 同一根输出电源线上 那是有可能会因为电流负载不均衡 把上面的硬盘给烧掉的 不知道当时它是不是属于这一种情况 刚才我把这些硬盘全部都检测了一遍 这些硬盘全部都是主板烧了 通电它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我给大家再试一下 我这个灯是已经亮了 里面一点转动的声音都没有 因为这是坏盘啊 如果是正常的硬盘在通电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样乱动 再换另一块 这一块也是没有声音的 这样我想起了TVV一句经典台词 一家人追跟一块彩彩彩彩彩 这个是西杰的三角板 为了节约时间速账速决 我也不想去修它这个主板了 以及研究它这一块主板到底坏在哪里 因为我手上找到了一模一样的料板 只要它原来硬盘上的弩芯片 还有这个磁头没有坏 把这个弩芯片交换过去 肯定是可以直接轻松点亮的 我们先来测一下料板 通电以后 硬盘是已经可以轻松转动起来了 证明我这个料板是没有问题的 西杰的这一块主板 它是没有做加密的 我们只需要直接把这个弩芯片 更换过去就可以了 第一块盘的主板 我已经给它换好了 咱们给它通电测试一下 硬盘一响了 这一块硬盘的磁头绝对是挂了 赶紧给它断电吧 声音这么大 可能盘片是会有滑伤的 这一块就先放另一边吧 我们掏出第二块料板 看下一块 上面这一块是坏盘上的 我们给它把弩芯片拆下来 OK 现在我们给第二块硬盘通电 这一次通电没有异响 感觉这一块有戏 我们上机试一下 现在我已经连接上PC3000了 我们给它通电 看一下这个日志 好的 现在硬盘状态灯已经复位了 我们刷新一下 容量识别正常 看一下散区 OK 这一块硬盘的散区 是可以正常访问的 第二块盘被我轻松秒杀了 总结一下吧 目前检测出来的硬盘 它至少有两块是带异响的 这两块盘 磁头肯定是不能省了 有的硬盘 因为这个板号它对不上 所以还需要额外去定一些配件 因为我只给对方报了大概的正列恢复价格 像这种硬件损坏的是在意料之外的 我还得重新给它报价 机械就先放一边了 这一块硬盘当时我也是给对方预报过价格的 我们继续来看固态吧 先通电 目前上电电流是跑不上来的 这一个硬盘的主控方案应该是PS3条1 硬盘我还没拆过的 咱们先拆出来研究研究 刚拆出来就发现问题了 这一个二极管跟这一个电源转换芯片 直接烧糊了 二极管这边是直接裂开了 五伏炸成这样 这一个主控大概率也是坏的 别慌啊 群联的料板 我这边还是有的 咱们随机挑选一位志愿者 反正这一个盘也就只有一个颗粒 咱们直接把这个颗粒给它换过来 现在我们给它重新通电看一下 固态上电以后 并没有出现短路的情况 这是一个好消息 好的 这一个固态硬盘上机 它是可以直接轻松识别出来了 兄弟们事情反转了 刚才我给对方重新报完价格以后 结果机主那边直接放弃 对这一块固态硬盘的恢复了 让我尽全力保全机械里面的资料 可是固态现在我修都修了 不可能再给它重新复原故障是吧 罢了罢了 反正这一块硬盘问题也不算大 看在阵列的份上 这一块固态硬盘的恢复费用 我就直接给它减免掉吧 当做是一点小小的优惠好了 剩下的那些机械需要订购配件 周期可能会长一点 今天肯定是修不了了 但是我有把握处理好 如果中途遇到翻车的话 那我会拍一下后续 如果没有翻车 那我就直接交付了 在视频的末尾 我还是要按照惯例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要更换电源连接线 一定要对准原来的型号 还有这个线序是不是一致的 一些来历不明 或者是不同品牌的电源线 或者连接线 千万不要看见是洞就插进去 插完以后万一炸了 你可是要真金白银对它负责的 但是我相信提醒完以后 下次肯定还是会有 类似的受害者来找我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